咱俩唱一段吧 唱吧 咱俩唱一段 唱一段 这不成问题 来吧 繁星眨眼 月牙万娜 微风青春 柳树家 二嫂我摊黑把火 来到了墙根前 有小的探头探脑 往过买蛋 墙里是寡富家呀 墙外打光杆 两边都红的老的 血腥又少干啊 二嫂我自打手挂 一直就没着办啊 大发我四十多岁呀 打个里根儿龙 没有老婆孩啊 好正确打开了 心中的门两三啊 多年的干嘛树 有毛小牙家啊 大发我烦老还童 越长越天才 大爽我唱着好乐 不愿再打打啊 一看见广棍大发 心里就大傻啊 一看着寡妇二嫂 心里就撒花啊 哎呀 看着撒寡妇 谢谢 如果说咱要处理 这种活习矛盾 你觉得什么人 是最关键的 儿子最关键的 儿子就得两边 获悉你 两边瞒 不然的话 你就情能干上 因为你看刚才 咱们在说这个 亮妈选拔的这件事上 我觉得你在这个 当中夹着 就有点像风箱里的 耗子两头受气 咱举一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你媳妇说 你看你妈 从农村来的 这个身上 那我明白了 那你说 我就跟你说 我妈就是从农村 你说农村那个条件啊 她们从小啊 到长这么大 就是那个条件 领不定到城里来啊 有很多东西还不懂 还不适应 那么一点一点 她就会适应了